小天批后场 杀球防住 再戳往 小天赢了 小天打爆了对手啊 这是2022年海陆攻克赛 赵天成对着00后天才少年昆拉伍特 小天至今没有收给过00后的选手 被誉为00后的克星 而这场比赛 小天确实没有辜负这样的称号 打出状态最好的一战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 小天是如何打爆对手的吧 第一次比赛双方6比6之后 小天就彻底爆发了 刮往后直接一个跳杀 非常出色 又是一个扑杀 小天这几个往前球打得真好啊 这种暴力的跳杀是昆拉伍特比不了的 然后去抓这个进攻的机会 这球应该是一个接外球 但是裁判又判发了接内 小天也是看懵了 但是比赛还是没有阴眼 还是往前技术得手 昆拉伍特这种往前完全控不住啊 再来一个跳杀 这样打下去 第一局就没有悬念了 所以目前他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上的提升 尤其是进攻上的增加 杀球比较明显的接外了 又是一个跳杀时候 昆拉伍特这进攻能力还是差的有点多啊 党员网再跳杀 昆拉伍特没有任何办法 如果是自己比较舒服的节奏啊 怎么打怎么来进 昆拉伍特有点被打崩了 小天怎么打怎么得分 有一个 再次跳杀得手 压陷了 小天拿到绝点 最后又是一个跳杀得手 小天打了一波11比1 轻松拿下第一局 第一局比赛看起来 昆拉伍特是没有任何得分的办法啊 第二局比赛 小天依然保持出色状态 这种放网真的太漂亮了 可乐伍特这个球也失误了 一直是二档在开 突然要你这一下提到六档 再来跳杀 再来跳杀 好球 这种头顶去的下压真的歪的太离谱 没有任何加速的能力啊 哇小天也杀了一个比较离谱的出界球 昆拉伍特更多的得分 还是这种夹动作的变化 哇这个跳杀太发起来 又是判发的一个发球伪力 算一场比赛也是 这裁判可真严格啊 昆拉伍特的往前 还是玩不赢小天 开快速的调动 往前又擦网了 小天直接跳杀 11比5结束上半段 这比赛就没有悬念了 终于头顶去杀到一拍 可是小天立马用一拍进攻 强势回应 打得里没有任何脾气 太霸气了 小天这场进攻彻底释放开了 昆拉伍特不太想打球了 放慢一下 这可能是他的一个习惯节奏 看看小天这放网多么的犀利 好球 很敢去想 就知道现在昆拉伍特 有点害怕和周天成去斗往前 肯定要放远往 周天成现在开始也 算球啊 算对方这球要怎么来 我怎么去应对 提前做准备 今天其实周天成在很多地方 就是展现了这种能力 抓预判抓新 这种空往后 找到机会的一拍杀球 真的是杀了一整场状态 太好了 对不起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继续突击 讲好动作也来了 小天再次拿到十个赛点 最后小天用了一个滚网球 轻松拿下昆拉伍特 两句比赛刚好都吃 二线比十 不得不说 小天的状态真的好 真的是力厚的克星 这样状态的周天成 如果保持下去的话 夺冠可能真的就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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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